这一集是讲彼得林奇怎样用一些最普通的尝试 每个人都懂得东西找到好的公司、好的股票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已经有那么多专业的投资者 你凭什么可以跟他们竞争在市场赚钱呢? 究竟业余投资者可不可以赚钱呢? 在这本叫One Up on Wall Street的书 传奇投资者彼得林奇透露了他的投资方式 如何使业余的人都可以成为最成功的投资者 总共有五个要点 要点一 我们每个人对某些行业、产品或者服务的了解都比普通人多 可能是因为在那个行业工作 又或者像有些人打游戏就是主要的休闲活动 所以比一般人了解 这些日常生活的东西就是商事公司的宝贵资讯 而大户要么不知道 要么不得不花长时间的市场调查才能知道 所以彼得说 如果你喜欢这家店 很可能会喜欢这只股票 想想看 你喜欢使用商事公司的哪些产品呢? 可能是苹果手机 你现在看的YouTube 随身听音乐的Spotify 经常喝的可乐等等 当你用这种方法找投资机会的时候 你跟身边的人有多享受那个产品或者服务 就对公司的意愿有多大影响了 第二个要点 为什么个人投资者比专业的人有优势呢? 散户怎样跟大户相比呢? 他们有那么多专业的分析师 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的找一些便宜的股票 根据彼得的说法 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事实上 大户相对散户有很多缺点 其中一个是量 大户有大量的资金 这意味着更少的机会 比如一支10亿的基金 不可以投资一家市值100万的公司 整体也不会有很大的表现 因为普普通通是最安全的 华尔街有句话说 如果买IBM就不会被解雇了 意思是如果跟随大众就可以保住工作 因为基金的钱是从客户来的 当大户投资别人的钱的时候 其他人也看到他们手上有多少钱 问题是普通人不是精明的投资者 在牛市时投入更多资金 在红市的时候就拿走 所以当所有东西很贵的时候 大户就有很多钱可以投资 而当很便宜的时候 只有很少的钱可以投资 个人投资者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要点三 你需要了解六种股票 不是所有的投资机会都是相同的 对所有股票都同等对待 是一种无知和赚不到钱的行为 彼得认为股票投资有六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是慢增长的 这些公司通常规模比较大 在成熟的行业中运营 所以增长率处于较低的单位数 如果你投资这样的公司通常是为了赚股息 彼得不喜欢这类股票 因为他觉得如果公司发展不快 股价也不会上涨 第二种是在中间的 成长不是很快也不很慢 每年10%左右的收益增长率 如果这些公司突然获得超过40%的收益 那就快点卖掉了 第三周期性的 周期性公司是指收入和利润 随商业周期而增减的公司 通常在遇到钱的问题时 消费者会延后对他们服务和产品的消费 汽车制造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大家不一定每几年换一次车 时间决定一切 所以你能看懂经济周期的早期迹象就有优势 第四快速增长的 这些都是新公司 每年有20%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长 如果你觉得那些公司 很可能在几年内保持增长 这可能是很好的投资 第六由亏转赢的 这是一些盈利下降 资产负代表有问题的公司 如果公司没有倒闭 而是成功再次活起来 那么买了这些股票 将得到很好的回报 这种股票的特征 是涨跌跟市场的总体关联性不大 一家公司如果现在名声不好 可能是一个有利可图的 由亏转赢状况 第五资产因素 这是大家忽略公司拥有的 一些很值钱的资产 而错过了真正的市场价值 这些被低估的资产 可能是房地产 专利 自然资源 订户等等 巴菲特的师傅 Gram很喜欢这种方法 他是以寻找资产价值高于股票市值的公司而闻名的 买了之后就等 直到股市意识到就会上涨了 这跟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有点类似 如果你想仔细研究 切的要个要点 可以看看这本书 里面解释的比较深入和详细 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要注意的是公司可以同时属于其中几个类别 公司也不会永远停留在同一类别 要点是Ten Becker 如果你有看过这个频道关于彼得的其他影片 这是他用来表达一种股票可以翻十倍的描述 这种股票已经上涨到买时候价格的十倍 只要你在一生中投资了两三只 就很不错了 大多数情况 在小公司会比大公司容易发现这种情况 不同类型的股票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对待 之前已经提过了 但那些所谓的Ten Becker有什么共通之处呢 一共有七个 不管是属于之前提到的什么类型公司都可能会出现的 第一 一些平平无奇的公司 这类公司往往被忽略的 是因为大多数甚至专业的人都喜欢找那些新奇最火的公司 所以这些公司很多时都被忽略的 第二 那些很成闷的公司 比如卖甜甜圈 但是彼得曾经投资过一家叫Duncan Donut的公司赚了很多 另一家是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l 这是一家身后服务的公司 三 大户不买的 也没有太多分析师关注和追踪的股票 这样的公司还没有被大户发现 所以有潜在商场优势 四 有护城河的公司 这种公司因为各种因素 其他人不太容易加入的 五 有重复收入的 那些产品或者服务 是消费者一定会再来不停消费的 六 里面的人都买的 内部的人对公司的了解比任何人都多 所以当他们都买 就可以非常肯定至少公司不会破产 七 公司在回购股票 如果一家公司对自己有信心 就应该投资在自己身上 彼得喜欢以股票回购形式获得股息 要点五 跟Tenbaker相反的公司 在投资的时候你不想看到的 一 不要追逐在最火行业中最火的股票 因为在火的行业 大部分人一直在想 怎样抢占一部分市场份额 不火的行业就不那么容易出现竞争了 如果要套用这一点 今天如果某只股票在网上 所有的专家都在讲 周围都看到有关的影片 那么股价很可能已经大幅上涨了 股价也不再被低估 彼得说 彼得说投资这类股票的关键 是在没有受到很多关注之前买入 寻找具有高增长潜力 还没有被关注的初创企业 二 正在发展多元化的公司 如果一家公司在不断收购其他不相关行业的公司 最好就快跑 三 只有单一客户 一些公司只靠一个客户得到主要的收入来源 这种情况会使他处于弱势 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